本節目每週二 週五 在乾淨世界讀播 歡迎訂閱《菁英論壇》在乾淨世界的頻道 中國的經濟數據很有意思 它各個部分都在下降 但它的總數據在上升 地方就是基本上它沒有分源 中國民眾的整體財稅的負擔 已經是全世界最高的了 地方沒錢就加稅 罰款 然後倒查30年 每個人都要付錢 最好的還是過激情報 每一個項目都是一個陷阱 中國經濟現在各種危機都不斷地在跌價 有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危機的爆發